或其受托管理的所有之财产 已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 第六条 经营本会制定数不当取得之财产 以命该政党负罪主席受托管理人 或无正当理由与无偿或显不相当对价 自政党负罪主席或其受托管理人取得或准备之人 于一定期间内已取为国有地方自主团体或赢 所有权人所有 前向财产已转范围 已转时之现准另一维线 但已不相当对价取得者 因扣除取得该财产之对价 第一项规定之财产 如已已选他人而无法返还时 应就政党负罪主席 其受托管理人或无正当理由 以无偿或显不相当对价 自政党负罪主席或其受托管理人取得或准备之人 之其他财产之争其加额 第七条 三一第三人于前条应已转为国有地方自主团体 或缘所有权人所有财产上 存有之出力权地上 权抵押权或赢权等权利 故因此而受人伤 第二章 宣报调查及出力 第八条 政党负罪主席其受托管理人 因于本条例施行属续期一年内 向本会宣报下列的财产 一 政党负罪主席自中华民国34年8月15日起 至本条例公共日子所取得及其交付 已转货单基于收托管理人之先有的财产 二 政党负罪主席于前款期间内 取得或其交付已转货单基于受托管理人之财产 但先以非政党负罪主席或其受托管理人之财产 前向应申报之财产如下 一 不动产全博汽车及航空器 二 一定金额以上是存款外面有价征养及其他具有相当价值的财产 三 一定金额以上是债权债务及对于各种事业之投资 前向是一定金额及其他具有相当价值的财产 由本会公告之 第一项 第二项是申报应在明财产专来源种类取得方式 取得日期变动情形及其对价 如定有数面契约者 并因减负习契约等相关资料及格式由本会定之 本会得主动调查认定政党之负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 并通知其预售本会通知日期四个月内 向本会宣报第一项资传产 本会除受理第一项及其项之申报外 亦得主动调查政党负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财产之来源 取得方式取得日期变动情形及其对价 第九条 一第五条 第一项推定为不当取得财产 自本条例公布之日期禁止处分之 但有效率情形之一者不在此线 一履行法定义务或其他正当理由 二符合本会锁定许可要件 并经本会决议同意 请向第一款锁定情形 应于处犯后三个月内制作亲测报本会备偿 第一项锁定其他正当理由及许可要件由本会另定之 第一项锁定禁止处分之财产 如依法身由登记者 本会得主托该管登记机关办理宣誓登记 如系寄托或保管于金融机构之存款或有价证券 得通知金融机构冻结其账户 如系对他人之金权债权 得通知债务人向金上定制法院提存所办理清偿提存 并应将该提存之事实前报本会被查 非经本会同意提存物受取权人不得领取 第一本项所为之提存 顺清偿之效力 顺导付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 违反第一项规定之处分行为不正效力 关于第一项第一款之范围证定有争议 或不符第一项第二款之决议者 利害关系人得于收受通知后三十日内向本会申请复查 对于复查决定不符者 得于收受后二个月不便期间的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条 政党负责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 一第八条规定因双报之财产 经本会调查认定有故意或重大或是引力 遗漏或对于重要事项为不实说明者 该财产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 并以第六条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本会之调查应各尊正当法律程序 以符合比例原则之方式为之 本会之调查的为下列行为 一向有关机关购调取卷宗及资料 一得向税均基金机关调取财产所的 营业纳税等资料 不受税均基金法第33条规定之限制 二要求法人团体或个人提供账策文件 及其他必要是资料或证物 三派员前往有关机关购团体或事业职所 在地事务所营业所或其他场所或个人之住居所为必要制调查 四 以书面通知相关之人陈述意见 通知书中印记载询问目的时间地点 得否委托大人到场及不到场所生之效果 五 其他必要是调查方法 前项调查发现由于政党附罪组织或其受通管理人财产局来源 取得方式相关制资料者得为复制留存备份 必要时并得临时封存有关资料或证物或吸取留置其全部或移布 但其封存吸取或留置之范围期期间 以供调查鉴定或其他未保全之目的所必要者为限 封存吸取或留置属于中央或地方机关购持有制资料或证物者 应经主管长官允许 但主管长官除有妨害重大国家利益制政党理由不得拒绝 吸取之资料或证物 原持有制机关购应加概读章并由调查人员发给收据 本会派员执行调查时 应出现有关执行及物质证明文件 其外出事者受调查者得拒绝之 为执行本调制调查本会预避钥匙 得请各级政府机关或警察机关协助 并得委托会计士及其他专业人士协助调查 鉴价及查回相关资料 第十二条 受调查制机关购法人团体或个人不得规避 拒绝妨碍调查 第十三条 向本会提供政党负罪组织或其交付 已转或登基于收拓管理人之财存所在 来源取得方式或处犯等相关资讯 并应用时本会发现并追回政党负罪组织或其交付 已转或登基于收拓管理人 隐匿遗漏申报之财存或不当取得财存者 本会得着余奖励 本会对于局发人之身份应于保密 应向奖励条件方式及其他相关事项由本会另定之 第十四条 本会依第六条规定所为之处分 或第八条 第五项就政党之负罪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认定之处分 应经公开之听证程序 第十五条 调查结果应经本会委员会决议后做成处分书 处分书应在名下列事项 一处分相对人之姓名名称及地址 二受调查之财存及其权利现状 三财存处理方式之阻止事实及理由 四有付款者付款之内容 五本会是名称 六发文字号及年月日 七不符本处分之救济方法期间及其受理机关 三财存